這邊這個小鎮有這個 封廢的這個舊式的蒸汽火車 在這邊給大家參觀的 這個小鎮很有生氣耶 我們再去找一下他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Hello Welcome 今天是GigT7 我的名字是Chanel 請來 我們今天帶大家來到了波士尼亞的這個小鎮 特夫拉尼特 我們開車經過的時候發現很多特別的建築物 就停下來看看 沒想到這邊這個小鎮充滿了生機 還蠻多特別的東西 我身後方的這個字 彩色清真寺 大家有注意到嗎 這間穆斯林的教堂 它是跟以往我們看到不太一樣耶 它不是圓頂的 它這間是四四方方的 它沒有那個洋蔥的頭 這間比較不一樣 而且非常的繽紛的色彩 我們進去看一下吧 這間穆斯林的教堂 已經有一個小鎮 它現在已經在大小鎮裡嗎 這裡是大小鎮 大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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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大小鎮 大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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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 我們找一下路吧 好啊 這裡 鋪鞋子喔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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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水好清澈喔 在彩色金針寺外面有這個很清澈的河水 一路包圍著這個清澈寺 這邊有一個噴水池 也是讓他們信徒來這邊近身用的 你洗手 然後洗臉 然後有這個水流 都是可以讓大家來喝水用的 這裡有很大的一個河水 這個應該就是剛剛流到彩色金針寺那邊的河流吧 超清澈的 有人下去耶 對啊 他在那邊玩水吧 啊 後面這邊有一座橋 還蠻古典的 可惜現在在維修上不去 看一下這個 這應該都是柳葉吧 這樣垂下來 這樣很愜意很漂亮 千年古墓的 的遺址 但這個看起來蠻新的 有舊的也有新的 應該是一起穿插在一起 河水一路流來這邊 這邊又有另外一間很漂亮的清澈寺了 看一下我後方這個清澈寺 跟我們在保加利亞看到的里拉教堂 有沒有有點神似啊 它的這個 色彩配置的風格 還是像是那個 在Sophia的那個 土耳其的澡堂 看起來很像耶 我們看看可不可以進去參觀一下 這邊是一間穆斯林的學校 是高中的學校 學生可以直接住在這邊 然後在這邊讀書求學 那現在也是開放給遊客來參觀 那除了說是參觀以外 如果說是回教的信徒的話 也是可以來這裡面做參拜的 我們現在在二樓這邊 這裡就都是他們的求學的教室 他們這個地板都是大理石耶 很高貴的這個建材 這個在山裡面的小鎮很舒服耶 而且我發現了他們這邊的回教教堂都跟我們看到的不太一樣 它不是洋蔥的那種回教室的教堂 它都是比較平一點的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小鎮 就到這邊影片到這邊結束囉 喜歡我們頻道的朋友 麻煩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以及開啟小鈴鐺 日後會有更多有趣好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喔 來吧